吃完避孕药恶心怎么办 起演 妇科 妇主任医师 在我们临床上呢 避孕药比较就是常用的 对于医生来讲 常用的是短效避孕药 对于很多病人 他自己所知道的避孕药呢 都是那种紧急避孕药 紧急避孕药和这个 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这种 短效避孕药 它的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紧急避孕药呢 就是吃了以后 病人也有可能会有 恶心呀 嘔吐呀这种反应 而且紧急避孕药 有时候其实并不是非常保险的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 病人来做人流的时候说 其实这次是吃了紧急避孕药 照样还是怀孕了 还是来做流产 所以这个在临床上不提倡 大家还是要有 很有效的一个避孕方法 那有效的避孕方法呢 现在当然就提到了 这个短效避孕药 短效避孕药呢 就是它里面是含有 磁激素和孕激素的 一个符合的一个质剂 那现在的这个磁孕激素的 一个符合质剂呢 因为我们在 一直在调整这个 磁激素的一个剂量 那刚才所说的 吃了避孕药以后 出现恶心呕吐 它如果是比较早期的 这种避孕药 那它的磁激素含量 比较高 所以病人很多会出现 恶心呀 呕吐呀 这种症状 那现在我们比较新的 这个短效避孕药呢 它的磁激素的剂量 已经下调到很多了 所以它引起恶心呕吐的 相对的比较少 但是呢 这个避孕药呢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用呢 又不光是 可以有避孕的一个作用 我们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作用 比如说像 那个子宫内膜意味症 我们就是短时间 没有生育要求的 年轻的女性 我们也可以给予一些 口服的短效避孕药 来调整这个周期 并且达到抑制 意味内膜增生的一个目的 这个是我们临床上 比较常用的 那就是正常的一个 比如说每天一片的一个吃法 它恶心呕吐相对的 还比较少 那对于像有一些 异常子宫出血的 尤其像一些年轻的孩子 出现了异常子宫出血 像这种恶性的 子宫内膜病变的 几率相对比较低 我们也可以给一些 这种避孕药 来达到一个止血的一个目的 也是非常好的 在临床上也常用 但是这种呢 通常可能剂量 就会使用的相对大一些 那对于剂量使用 相对大一些的病人 它可能出现恶心呕吐 就比较明显 那总体呢 医生也会根据病人的病情 选一个合适的剂量 那如果说是对于正常 是只是为了避孕 或者说就是只是一般的一个 这个子宫内膜意味症去吃的 我每天正常吃一片的 你可以选择 在晚上去吃这个药 我在睡前吃的时候 这种反应都会把它降到比较低的程度 那如果说是单纯为了避孕 那我们也可以不选择 像原来的磁激素剂量含量高的 我们选择现在比较新的 像屈乐酮缺磁唇片 这种磁激素的含量 已经降到非常低了 其实也比较安全 引起恶心呕吐的 也相对的比较少 专家提示 一 紧急避孕药和早期磁激素含量高的短孕避孕药服用后 会出现恶心 呕吐等症状 二 紧急避孕药不完全保险 临床上不提倡 三 临床上短孕避孕药作用很多 不仅用于避孕 在很多妇科疾病上也常用 四 目前新的短孕避孕药磁激素含量下降的很低 比较安全 五 选择在睡前服用 可以将恶心呕吐的反应程度降低